虽然距离NVIDIA四零系显卡的发布还有一段时间 但在此期间泄露的规格和性能等参数可谓是数不胜数 而备受关注的入门级显卡RTX4050也于近日得到了曝光 其不仅会配备8GB的显存 而且性能也将接近RTX3060Ti 并引不到2000元的价格成为四零系中最具性价比的神卡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目前根据WC SafeTik这消息显示 在规格方面RTX4050的架构代号为Ada Loveless 将采用台积电4N制程工艺 预计会基于AD106和AD107两个核心打造 并将配备8GB的GDWX显存 显存位宽为128bit 显存速度为20Gbps 带宽速度为320Gbps 整卡TDP功耗约为150W左右 而根据此前泄露的AD107核心规格图来看 RTX4050还将配备3个GPC图像处理机群 和12个GPC纹理处理单元 共计用224个SM单元和3072个Cuda核心 除此之外RTX4050还将配备多达48个ROP光纱单元 至于缓存方面 RTX4050的单个SM单元将提供192kb的LE级缓存 而L2级缓存则增加至了16兆 如果要与目前的RTX3050做对比的话 RTX4050的Cuda核心数将增加512个 光纱单元增加了16个 L1缓存提升了50% L2缓存扩充了8倍 功耗上涨20W 而在性能方面 根据WCCFT的消息显示 RTX4050的理论浮点性能为14T浮点 对比9.1T浮点的RTX3050实现了近54%的性能超越 并且也击败了12.74T浮点的RTX3060 领先幅度达到10% 而对比16.2T浮点的RTX3060Ti也仅差距了15% 同时要考虑到其仅有150W的功耗 那么RTX4050将会成为40系显卡中能耗表现作为出色的一张 并且RTX4050还配备了第四代张量核心和第三代RT光追核心 可以说RTX4050的实际游戏性能应该是不会让玩家们再次失望 而由于目前的30系就取消了3050的加强Ti版 所以RTX4050应该也不会推出对应型号 当然尽管性能翻倍了 但决定玩家是否购买还是要看价格这块 根据WCCFTX的消息显示 RTX4050的定价会和RTX3050保持一致 预计为249美元 但考虑到市场走向的话 可能会有10-20美元的涨幅 国内售价预计为1899元起 但不会超过2000块 这样一来RTX4050就有望成为了40系显卡中 最具性价比的一张神卡 不过有考虑到是入门级显卡 所以RTX4050并不会像RTX4090一样 在本年度内发售 而是会等到明年的1-2月才会推出 所以就继续期待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跟同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RTX4090 我们下期再见